巨额融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谈成的 即便是说服了这些受邀的商会代表 他们也做不了主 邀请这些人过来 主要还是让他们把消息带给身后的主子 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 就算是对融资没兴趣 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也能够吸引眼球 何况哈德逊给出的话柄中 银行可不光是单纯的能赚钱 还可以掌控地方上的经济命脉 下了这么大的耳料 要是幕后真正的主人还能够坐得住 那就不用混了 哪怕是为了了解这种商业模式 大家也会积极参与进来 新兴产业崛起 没人在前面探路可不行 卖出第一步的近东开发银行 无疑是一枚好棋子 只要后续把故事讲好 就不愁没有投资 麻烦的是这拨矿进去的人 可能会有些多 不光是国际资本要入坑 国内的一众大贵族 大概率也会参与进来 等这些家伙熟悉了银行的运作模式之后 要不了多长时间 大陆各地都会冒出一堆银行来 甚至活跃在大陆上的几家大商会 都有可能直接将旗下的借贷业务改头换面 以银行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 毕竟原来放贷都是用自己的钱 银行放贷确实用别人的钱 还可以上杠杆 要不是遭遇钱荒 西处难度太大 按照哈德逊给出的商业模式运作 近东开发银行根本就不会缺钱 目送一众兴奋的代表离开 哈德逊暗自摇了摇头 现在尽情的笑吧 未来有你们哭的时候 金融上的改革只是一个开始 最终改变的还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自己自足的生产体系下 单纯的给贵族老爷们放贷 才能够赚几个钱 除了遭受战乱的几个苦逼国家 有部分中小贵族缺乏资金外 更多的贵族小日子都过得很滋润 有资金需求的 大都是需要资金周转的商股 要是有足够的资金注入 势必会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市场信息是滞后的 前期扩大生产的都能够大赚 当大量的工商业制品生产出来后 必然会出现产能过剩 在扩大产能的过程中 新技术出现 推动生产力更进一步 那也只是时间问题 到时候需要市场的 就不光是这些商人 还有他们背后的主人 资本是会绑架人的 投入的越多 就越不容许他们放弃 为了自己的利益 推动社会变革 也成为了大家的选择之一 后续怎么发展 哈德逊也不确定 反正按照剧本走下去 亚斯兰特大陆的 古老贵族统治体系 肯定会遭到冲击 放出资本这个魔鬼 哈德逊也是迫不得已 开发领地实在是太费钱了 不搞银行 怎么解决资金缺口呢 现在只给别人放款 主要还是为了忽悠 投资人入场 等雪球滚得足够大后 他自己就是银行的 最大客户 都是地理位置决定的 选择了穷兵独武路线 不负债是不可能 雪月岭的面积可不小 想要在受人的威胁下 统治这片广阔的土地 军费注定少不了 别看现在的利率高 那都是为了做数据 等哈德逊自己需要贷款的时候 就变成了另一种局面 杀 杀 一阵喊杀声过后 地上留下了满地的残骸 只有落下的夕阳 在诉说着战争的残酷 各族不断串联密谋 终于还是引来了四大皇族的反击 跳得最欢的巷人族 成为了杀鸡紧猴的鸡 不过既然敢跳出来造四大皇族的反 各族也不是没有准备 鸡还没有杀死 猴子们先给炸了 四大皇族一动手 各族就纷纷发起反击 造反这种事情从迈出第一步开始 就没有了回头路 眼前这个负面的诗人皇族部落 就是两大阵营争锋的牺牲品之一 类似的倒霉弹 大草原上还有很多 作为统治者的四大皇族 一开打就在战场上占据了不小优势 可惜没能及时把鸡杀死 搞得局面有些失控 七个大族联手 综合实力确实比不上四大皇族 但六七成还是有的 两大阵营出现 一眨眼的功夫 受人帝国居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迹象 不能这么持续下去了 要是不能及时平息这场叛乱 帝国就危险了 英人皇毫不客气的 给七族联盟扣上了叛逆的帽子 不过这没有任何意义 敢和四大皇族对着干的家伙 又岂会拍一顶叛逆的帽子 都敢主动出击了 七族联盟这是铁了心 要和我们对着干 如此叛逆的行为 绝对不能容忍 只是七族分布在各地 实力均不弱 一时半会儿 我们也很难拿下他们 要是拖的时间长了 搞不好还会引人入室 银月狼黄皱着眉头说道 现在只是内斗 要是升级成了内战 谁也不敢保证 七族会不会勾结阿尔法王国 给他们来一招狠的 可是叛逆不镇压也不行 如果不能以雷霆手段 镇压七族 势必会刺激各族的野心 现在是七族联盟 向他们索要皇族之位 没准未来 就是各族一起 向他们索要平等地位 真要是实现了各族平等 无法从各族身上 吸血滋不己身 那么皇族还有什么意义 纯粹靠自身的产出 四大皇族可没有能力 维系现在的军备力量 甚至连族人都有可能养不活 尤其是到了冬天 除了皇族之外 各族都会有不少人冻死 饿死 要是遇上大灾之年 画面就更惨烈了 怕就怕已经引狼入室 从搜集到的情报来看 比蒙一族抵达前线之后 就没有和阿尔法王国交过手 所谓的军事冲突 都是他们自导自演的把戏 在前面的冲突之中 弃族联盟的军械 很多都是阿尔法王国军队的标准制式 他们之间要是没有联系 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那些走私贩子是什么货色 你们都是见识过的 全部都是阿尔法王国贵族养的狗 要是没有背后主子们的默许 谁敢大规模走私军械呀 诗人皇美好气地说道 七族联盟中有两大种族 在诗人族的势力范围内 还有一族也紧挨着他们 冲突爆发后 诗人族非常不幸地沦为了牺牲品 被三大种族围殴 损失远超另外三大皇族 要不是自身实力雄厚都招架不住 比蒙一族的前车之剑还在 诗人皇可不敢掉以轻心 万一七族联盟带着他们一家狠揍 无论最终结局如何 诗人族都会成为大输家 在内心深处 诗人皇已经倾向于妥协 多几个人来分蛋糕的 总好过直接掀翻桌子 大家都吃不到的好 如果他们已经勾结在了一起 那么我们就只能向一族联盟求助 不过这也原水解不了尽可 阿尔法王国的动员速度 大家都知道 根本不是那帮精灵能够比的 等他们做好干涉的准备 恐怕战斗都到了尾声 内忧外患 就算是我们能够获得胜利 帝国也会元气大伤 当然 这是最糟糕的局面 正常情况下 就算是双方有勾结 也很难相互信任 阿尔法人肯定会要求七族联盟展示诚意 不杀到血流成河 他们是不会出兵的 七族联盟也要担心阿尔法人说话不算数 万一大战过后 哈德逊顺势把他们也给灭了 可没地方去投诉 我们完全可以分两步走 一方面寻求联盟帮助 从背后牵制住阿尔法王国 另一方面抓紧时间离间七族内部的关系 比如说 皇族的位置可以给 但不能是七尊 只要七族产生内部纷争 以哈德逊的谨慎劲 他是不会出兵的 丹尼尔开口分析道 虽然大陆战争期间 在哈德逊手下吃了亏 导致他在帝国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但在哈德逊手中吃败仗的人多了 丹尼尔最起码保住了主力 大家都有的污点 那就不算是污点 在队友们的衬托下 丹尼尔元帅依旧是兽人帝国军方第一人 现在是战争时期 军方地位上升 他也有了和四位皇者直接对话的资格 想要让七族联盟破产 除非我们先把他们狠狠地揍一顿 再抛出几尊皇族的位置引诱他们 这场游戏可不好玩 要是没能把他们镇压下去 帝国变成十一大皇族共治 那场面简直不敢想象 雄人皇心有余悸地说道 四大皇族都不能京城合作 要是变成十一大皇族 那么什么都不用干了 每天光吵架就行了 最关键的还是地盘划分 原来的五大皇族各自占据一方 统领所在区域的兽人部落 要是增加六个分蛋糕的出来 那么地盘就要划分成十一块 大家每年能够收到的供奉 必定会锐减 对普通兽人部落来说 这也是一场灾难 供养这么多皇族 大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雄皇 我觉得丹尼尔的提议不错 先分化七族联盟 后续根据局势变化 再做决定好了 现在给出的承诺 终归只是承诺 要不要兑现 还是要看手头的实力 只要七族联盟配合的不是那么紧密 我们就可以施展雷霆手段 先灭掉其中的一两家种族 杀鸡锦猴成功 其他兽人种族自然知道该怎么站队 到时候动员各族围攻他们即可 要是操作得当 还可以驱使他们为炮灰 充当入侵阿尔法王国的先锋 诗人皇当即表态道 甭管怎么搞 七族联盟都必须镇压下去 不然诗人族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在内心深处 诗人皇已经下定决心 要清理自家势力范围内的不稳定因素 哪怕由此导致附庸力量衰落 那也是在所不惜 事实上 论其打压附庸种族 还是比蒙一族做得最为出色 稍微有点起色的附庸种族 都被送到战场上被消耗掉了 正是因为事情做得够绝 比蒙一族在衰落之后 才没有遭到强烈反噬 要是留下几个大族在身边 恐怕他们连去边界的机会都没有 就直接被下面的人给干掉了 四大黄族在谋划 七族联盟也没有闲着 作为处于劣势的一方 他们还在卖力的拉盟友 可惜寿人帝国中的大族不少 算得上是强族的却没有几家 不是所有的种族都像他们这么能够避过了皇族的打压 这么下去不行 想要获得各族的支持 光口头许诺根本就拉不动人 我们必须要下重注 皇族的位置不能轻易许诺 那就退一步 承诺给他们王族身份 待遇只比我们低上一级 要是更弱的种族 还可以效仿人族 许诺给他们公族 侯族 不同的等级 对应不同的待遇 对王族成员 全部赋予参与帝国决策的权力 下面的公族 侯族 也可以给予参政 义政的权力 实在是不行 供奉标准也可以上亿 大不了免去这些支持我们种族的日常供奉 削减他们的军事义务 现在是争取人心的时候 我们处于劣势的一方 必须要拿出比四大皇族更多的诚意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 我们都没有了退路 不想生死足灭 那就竭尽所能去拉拢盟友吧 只要拿到皇族之位 一切都是值得的 就算是掀翻了桌子 丧失了一系列的特权 最少我们也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力 布辞维格一脸严肃地说道 作为曾经的皇族成员 他对四大皇族的了解 远比另外六族要深 作为秩序挑战者 他们现在属于光脚的 什么都可以拿出来妥协 逼急了 各族平等的政治口号 他们都敢喊出来 这些东西恰好是四大皇族最在乎的 作为既得利益者 谁也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利益 即便是占据皇族的身份优势 在拉拢各族人心的问题上 能够开出的条件 还是无法和七族联盟比 不辞维格族长 你太激进了 真要是这么干的话 四大皇族就要和我们不死不休了 本来我们所要皇族之位 就是在他们的碗里抢时 再掀翻桌子的话 那就更没法忍了 不如先放出消息 威胁四大皇族 要是他们肯让步最好 如果谈不拢 再逐步采取极端措施 眼下最关键的 还是战场上争锋 不奢望能够击败他们 最少各路战场都必须坚持住 绝不能让敌人逐个击破 虎人组长缓缓说道 利益动人心 他们反对的是四大皇族拥有特权 而自身却没有 要是可以跟着四大皇族一起享受特权 谁都不会放弃 不辞维格能够放弃 那是他经历过从拥有到失去 清楚四大皇族的实力 不是七族联盟能够比的 作为弱势的一方 想要让强势的一方妥协 没有掀翻桌子的勇气是不行的 任何妥协让步 都只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 导致局势对他们越发不利 两位说的都有道理 面对四大皇族 我们既要进行谈判 又要采取强力反制措施 目前的冲突强度已经非常激烈了 再升级的话 就会演变成全面内战 局面真发展到了那一步 就不会有赢家了 即便是掀翻了四大皇族的统治 我们也很难获得实质性的利益 光内部的压力 不足以让四大皇族妥协 那就引入外力好了 阿尔法王国对帝国虎视眈眈久矣 只要我们做出联合阿尔法人的姿态 不信四大皇族敢不妥协 他们真要是死扛到底 那就索性联合人族送他们下地狱 没有了四大皇族的压制 我们的实力才能够迅速增长 恢复速度不比人族差到哪里去 后面再伺机将阿尔法人赶出大草原即可 暴人族长杀气腾腾地说道 很明显在他的心目中长期遭受皇族打压 积累下来的仇恨已经超过了对人族的仇恨 人族再怎么可恶也很少入侵大草原 但皇族对他们的盘剥却是天天都在发生 对这些实力雄厚的大族而言 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敌人不是人类 反而是头顶上的皇族 勾结人族除了有损名声外 实际上带来的内部冲击并不大 绝大部分兽人种族都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联络阿尔法王国的事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不能抱有太大的期望 阿尔法王国目前的情况特殊 国王凯撒四世虽然大权在握 但在军事上却没有多少话语权 想要和他们联合 需要说服的不是一两个人 而是他们国内的众多大贵族 现在阿尔法王国执掌前线大军的是哈德逊 此人非常难缠 即便是联合作战 我们需要承担的风险也非常大 所以联合阿尔法王国 可以成为和四大皇族谈判的筹码 却不能真把这当作我们的底牌 我依旧认为 从内部下手 拉拢各族加入一起面对四大皇族 才是最佳的选择 不辞为格的话 让场面越发热闹了起来 决策群体人多的弊端 很快就暴露了出来 围绕着路线选择 气族组长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时间竟然僵持不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